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晚上呈现出与白天完全不同的look 现在在我旁边是美丽的Jessica 那同样的呢 在今天呢 我们帮她先做一个有关于上班族的穿搭 今年哦 其实西装外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今天身上也有一件 那其实西装外套只要它里面的内搭穿着得意的话 它不但可以做出比较旁客的感觉 也可以做出上班族的感觉 也可以做出一种很柔美甜美风的感觉 在上班身的部分 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西装外套 那这是一个比较短版的西装外套 但是在内搭的部分呢 我们帮她加了一个今年哥德式的设计 所谓哥德式的设计呢 它就是有一点立体剪裁的 然后运用蕾丝多层次的搭配 那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可能呈现一种非常柔美 但是很干练的感觉 所以在白天上班的时候它可以穿着 但到晚上的时候非常简单 其实在外套穿着下来之后呢 它其实就变成了是一个管验的小李子 那其实我们在今年在设计上面呢 我们可以配上非常简单的一个钻 非常简单的这种单钻 OK 因为我觉得太过繁复的钻 会让晚上去参加派对的时候 会让你的视频抢过你的人 但是简单的单钻 我觉得非常适合所有一般的女生 那同时在今年 我觉得手套 手套是一个表现你自己个性很好的部分 鸡皮的手套在今年来讲呢 我觉得也是每一个女孩子必备的配件式的单品 它会让你的晚宴风格不会这么甜美 然后它会有一点点的个性 那所以其实在你上班的过程里 你只要戴一个简单的钻石的项链 戴一双手套 就可以参加今天晚上的美丽的party了 同样的呢 在接下来呢 我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圣诞节的穿搭 那其实刚刚我们几个女生私下在聊 很多女生她非常保守 然后不敢穿 比较不敢穿一些鲜艳的颜色 那甚至于说她可能在小礼服的部分也不太敢接受 因为会觉得自己的臂膀会露出来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套 平常的时候其实在上班的时候 她穿着上是非常的端庄的 而且呢 她有一个小小的三分袖 可以把你的手臂遮掩出来 但是呢 到晚上的要参加party的时候 其实只要有一点点的改变 就可以让整个服装的样貌 有做一些不同 像这些小的毛皮 很多女生跟我讲说 我不知道这小的毛皮怎么搭 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呢 一定要切记不要让她等边做搭配 常常这样等边做搭配 就会有一种贵妇或者是妈妈的出发 那所以一定要让她做不等边的搭配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配上一个 比如说像今年所谓的rock mix 就是说她可以有点可爱风 但她也有点摇滚风 那我们配上一个戴着蝴蝶结的 葫芦的配件 就会让比较女生的风格里面 又有点摇滚风 其实只要简单的呢 在我们这个one piece的洋装上面呢 搭配一个毛皮 然后呢 同时搭配我们一个非常有个性的 骷髅的别真 更能显现出女生特别有的风格 同样的我刚刚在前面提过 红色也是今年一个主要流行色 穿上这么亮眼的颜色呢 一定可以让你成为 今年圣诞派对最亮眼的明星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